这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 这一次特地有记者去问 说那个中国不是曾经参加过吗 你知道指挥官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只要是维护太平洋海域 和平与安全持续的 我们都欢迎参加 可是中国近年来 因为它违反了海上持续的法则 是讲得太含蓄了 讲得太有这个战略众生了 我们的对象就是他 我请他来干什么 这一次也觉得告诉你 我们在天下为中 对 我们的对象 整个环太平洋演习 29国的对象就是中国 中国其实也有参演 他是假想敌 他也有参演 所以说不会邀请他 就是要反他的邀请他干什么 这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 这一次特地有记者去问 说中国不是曾经参加过吗 你知道指挥官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只要是维护太平洋海域 和平与安全持续的 我们都欢迎参加 可是中国近年来 因为它违反了海上持续的法则 是讲得太含蓄了 讲得太有这个战略众生了 我们的对象就是他 我请他来干什么 对啊 我们就 这一次也觉得告诉你 我们在天下为中 对 我们的对象 整个环太平洋演习 29国的对象就是中国 对啊 中国其实也有参演 他是假想敌 他也有参演 所以说不会邀请他 就是要反他的 邀请他来干什么 29国环太平洋 这个在夏威夷登场 最强的战舰卡尔文 这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 这一次特地有记者去问 说哎 那个中国不是曾经参加过吗 你知道指挥官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只要是维护 太平洋海域和平与安全持续的 我们都欢迎参加 可是中国近年来 因为他违反了海上次序的法则 是讲得太含蓄了 讲得太有战略众生了 我们的对象就是他 我请他来干什么 对啊 我们就这一次也觉得告诉你 我们在天下为中 对 我们的对象 整个环太平洋演习 29国的对象就是中国 对啊 中国其实也有参演 他是假想敌 他也有参演 所以说不会邀请他 就是要反他的邀请他来干什么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有一些美军的海军军官 我说你们进出港的时候 为什么停了这么多战机在甲板上 他说其实都可以收起来的 停出来就是什么 秀肌肉 就是秀肌肉 让你知道我有多强 他故意的 故意给你排整排的 让你知道我有多强 就让你看 就不怕你看 哇塞 好帅哦 对 那大家就一宝眼符 一宝眼符看到 我好爱哦 F35看到F18大黄鹏 大黄鹏就是汤姆克鲁斯 TopGun独行侠的那一架飞机 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 所以真的告诉你 超级超级军武迷 全部都往那边挤 都往那边看 所以你看这两年一度的 整个在夏威夷周边群岛 我告诉大家 这一枪哈文森号 上面的成员有多少 多少 三千个水兵 一千五百个飞行大队 还有五百个勤武人员 所以航母狼山三四 五千人 五千人 两万五千人参演 他这一艘船就快五千了 所以你知道 他为什么让 晾这艘航母出来 主角 旁边其他的水面舰 其他二十九国 加起来四十艘 他这一艘就 占了五千人 那老共看到这样子 会不会怕 老共他心里一定想说 哎呀 这比起我们的山东号啊 我们山东号也不差 也不差 那也亮一下 山东号开过去 那也亮一下 那老共跟他们比呢 大概 等级上面 101大厦怎么跟平房比呢 真的啊 不好比了 这个要我去比 下午这个 有才又要做了 有才又要把 又要做了 卡尔文森号跟山东号是 平房跟101 对就是怎样 对 他的 整体的战系武器 他的飞行能力 他的起降能力 都比中国的航母高出太多了 否则人家为什么敢亮给你看 对 就亮给你看 而且告诉你 这整个环太平洋军演的目标 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 因为你破坏海上的次序 对 你破坏整个台海的和平 所以有人问说 你这是不是为了台海安全而做 他说不止台海 从整个第一岛链 都是我们演练的重点 一岛链 二岛链 三岛链 都是 所以演习的指挥官 韦德就说 我们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 对 还不特定吗 对 不特定 对 我们为了共同利益 做好一些准备 防止侵略的行为发生 如果侵略发生 各国会按照现在的政策 予以反制 更厉害在这里 有把船 演习 如果没有把船 怎么打 这个把船多大 这个把船四万多盾 四万多盾 这一艘十万 这艘十万 把船也蛮大的 把船四万盾 而且美国的把船 不是拖到中间让你打 它是可以航行的 那它要去当把船 当把船 它已经除役了 那把船打沉以后 它里面的所有的游风 都已经做过这个整理了 沉下去变余胶 不会污染海洋 都做过整理了 所以说现在要集成 它是四万顿的把船 塔拉瓦号 为什么要打四万的把船呢 跟中国的两栖攻击舰 差不多盾位 所以它也是趋近一种 真实的状况在进行演练 就是我的把船开过去 各国四十国的所有的水面舰 还有潜舰有三艘 还有很多的战机 集中火力去打 看看多久可以打成 对我告诉你 一艘把船你不会打 你还打不成 这要经过训练 打关键的地方才会成 真的哦 这就是演习的重点 这就是演习的重点 所以不是玩假的哦 因应中国饭台演习将集成 四万 四万顿的两栖剑 四万顿两栖剑 很大哦 对真的蛮大的 针对性非常的强 嗯 了解 然后呢 其实我们也有那个 有 我们自己也有 我们也有个舰 也有一艘军舰 也是刚好出现在下位 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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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海巡的单位 巧遇 对 那我们自己的汉光演习 这一次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趋近于实际状况 环太平洋军演 从六月二七号 一直到八月二号 对 我们的演习 七月底 在七月下旬也开始 其实差不多 也开始 对 那请问环太平洋演习的区域 包不包含台海 当然啊 包含嘛 巧遇 一切都是碰巧 完全没有约定 只是频率相同 刚好 信号相同 约定相同 可是真的是巧遇 那么在桃园机场 跟松山机场 在汉光39号演习的时候 这是39号演习的画面 有假想敌 半成共军这样子降落 今年会不会这样演习 我给你保证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也会有 我们的黑鹰直升机 也会有空降部队 但是他的任务 是他自己在作战的任务 而不是演假想敌 今年最大的不同 就在这里 他也会飞去 所以外行人说 你看还不是有假想敌 不是 那是反空机降 那是去反空机降 他不是演假想敌 他是去反敌人的单位 一样有 一样有特战 一样有战 一样直升机 但是他不是当成共军假想敌 让你去打的 而是他是要去打敌人的 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 这次演习最大的不同 松山机场 台北 甚至模拟机场侵入 淘机等等 全部会纳入演练 两大机场 如何来反空机降 要做的是重点演练 所以说 反登陆作战 台北港 甲南等六处形成三七六要地 就是我夺取了机场 旁边的这些港口我全部都要巩固住 要整套做 否则机场被拿走了 港口也被拿走了 他们根本不需要登陆了 直接下线 我记得去年的汉光演习 还有今年 其实都会把一些重要的 像机场或者是电力设施 这种东西当作一个保护的据点 是 都会 那叫做重要设施维护计划 维护计划 我们都有做 但今年的军事记者会很累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开放科目 跟展示科目 他全部都按照作战 固安作战计划去演练 所以你会疲于奔命 所以记者也在实战 也在实战 他不再有等你来 反正他时间到了 他状况一下了 他就做 不等记者 所以说记者要辛苦一点 你可能过去了就看不到 可能要做一个分工合作 那么你看菲律宾讲话 很多人说菲律宾没有在理你 菲律宾有没有理你 菲律宾驻美大使 罗牧德斯就说了 他说如果美军在菲律宾的四个基地 台海发生冲突 而可能美国会同意我来使用 对这个战役有帮助 菲国可能会同意美军 就是美国可以使用 菲国的这些军事的基地 就是让你用的意思 如果为了维护台海的安全 美国需要我愿意 对 我愿意让他用 没错 这就表示菲律宾已经不是当年 大家认为说 仇美 然后轻松 已经完全转变了 中国欺负菲律宾也是欺负的一大糊涂 拿斧头拿东西打人家 把人家手都打伤了 你认为菲律宾还会让你继续欺负吗 所以我说 如何让整个印太团结起来 中国你越强硬 中国你越恶霸 把印太的盟友就结合得越紧实 结合得越紧实 你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关在铁幕里面 色色发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